現在到的步驟是以後 我們就是剛剛有做了線條動畫 你只要再把陰影加進來 其實效果就會更立體 就會比較立體 那要不要重畫?當然不用啊 因為我們的塗層 你可以按Ctrl加D就會複製一份 就會複製一份 複製一份 所以呢 複製好之後只要把它顏色改掉就好啦 但是預設因為是相同的路徑內容 所以會怎樣重疊在一起 我們待會呢 只要把它原本有渠度的路徑 感覺直線的就好 那怎麼做?來試看看喔 你回到這邊來 你看 我在這一個 當然為了讓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 我把塗層命名一下 命名還記得嗎? 按英文鍵盤Enter 好 英文鍵盤Enter 按一下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線條 Ctrl加D 多一個了 這個 這個我把它改成線條陰影 因為我現在不做程式 所以 你用這樣沒關係 那為了讓它 看得清楚 我把上面這個塗層 先把它關起來 把它關起來 好 關起來了 現在只剩它 那麼顏色我來調整一下 因為要做陰影嘛 就要有點 黑色的 對不對 黑色的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樣太黑 沒關係 我們的筆畫本身就有透明度 當然你調整個塗層透明度 也OK 但是筆畫的這個特效 這樣 本來就有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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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這邊調也是可以 這樣有沒有有點淡淡的 對不對 有點淡淡的 看你要多還是少 你可以自己決定 現在的問題在於說 在這裡 我們希望它 跑出來之後 你看我們這個地方 這樣跑出來之後 有沒有這一條是直的 對不對 這樣看起來比較像陰影嘛 比較像陰影 所以 怎麼樣去轉換它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這個 這個跟我們一般 各位在Photoshop的影片一樣 這個工具應該有用過吧 那個 被之曲線 轉換對不對 節點的轉換嘛 所以你只要按一下這一個 我就告訴他 這裡我要換一下 現在是曲線 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變直的 可是只有一邊直還不夠啊 因為後面還有啊 再按一下K 這個也要變直的 有沒有發現 兩個點都變直的 是變直線的 所以 我現在把上面的眼睛打開 你看一下 我從這裡來的時候 我這樣子 有沒有出來了 而且速度有沒有一致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對不對 因為我們關鍵額 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都在同一個地方 那後面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你只要找對 我再往後退 K 好 拉過來 把這個點 按一下 變直了 按鍵盤上來K 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範例 我都用快速鍵的話 是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為什麼要把那個觀念先跟大家講一下 K 好到這邊 K 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你就可以來看看 這樣子拉過去 當然你可以預覽看看喔 拉過去 過去 是不是動畫就做好了 透明度你可以再調 那麼我們下禮拜再來把什麼 箭頭加進去 你看起來就會更低體 那箭頭的做法也是雷同 也是雷同 只是說 因為現在這些路徑都有了 其實 就可以有比較快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剛剛那個學習重點裡面啊 有一個有沒有 箭頭導引線的那個 以前我們上學習有用過嘛 Country Road Tame Me Home有沒有 那一台小噗噗啊 你要沿著某一條線走 現在我們是不是也有一條線可以走 所以你只要把箭頭畫好 他就沿著那個 那一條線走了 也還蠻單純的 所以 這個部分 希望讓各位有概念啊 因為學AE 已經有一個學習的基礎之後 你後續要做的就是 真正我要把它拿到什麼 拿到你的成果裡面 你要做的 不管專題也好 還是你的作業也好 我真的希望說 做一個作品的時候 你就要針對某些細節 你要再去了解嘛 不然的話 每次都靠六指淵這樣 秀一下 不行啊 因為他已經很熟啦 所以你會覺得他做的很好笑 可是你為什麼做不出來 就是因為 你對這個軟體還不夠熟悉 有很多小細節也沒有注意到 這樣了解了嗎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啦 好不好 好嗎 好嗎